7月4日,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推出首个人工智能时装概念店,展示未来时尚零售的新趋势。 时装概念店的购物过程采用全数字化模式,从服装的挑选、试穿搭配,到最后的采购结账,全程都有人工智能辅助。 目前概念店只做展示用途,未来可能会在市场中应用。 记者体验时看到,顾客进入店前,需要在门口将淘宝账户与系统相连,入店后可在陈列区挑选上衣。 每个衣服陈列区都设有智能电子屏幕,只要将衣服对着镜面屏幕,会出现该商品的细节页面,同时提供人工智能搭配建议。 帮顾客挑选对应的裤子、裙子、鞋和背包,顾客选择吃码添加制十一框。 更为便捷的是,在电子屏幕上挑选完成后,后方的仓库店员会将相应的衣服准备好送达到顾客手中,无需顾客自己逐个寻找其他服饰。 确认购买后,顾客客直接选择下单物流游击之家中。 有体验者表示,人工智能时装店非常便捷,可以推荐符合个人风格并贴近潮流的产品,有助于迅速搭配全套服装。 用这个系统是会省了很多时间,而且可以立即知道那些衣服有什么颜色,可以怎样衬,方便一点。 因为如果你要自己想怎样衬的时候,可能要花多点时间,但这个模式就即时显示给你看。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庄卓卓然表示,服饰类在网购中占比非常高,2017年双十一期间,服饰销售占总销量的30%,将人工智能和时尚结合,可为服饰零售业带来更多想象和契机。 店家无需将所有商品都陈列出来,可通过电子屏幕找到库存货物,还可通过记录的数据解读时尚潮流和消费者行为。 对于经营者而言,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找到更多的过程中,消费者对于什么样的商品感兴趣,然后对于哪些商品今天更受人喜欢,他试过了多少次,然后他被拿起来过多少次,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有助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更好地去洞察未来的消费的趋势。